另外建案跟社區命名 要小心不要踩到紅線了 這次日前有民眾發文說 朋友住的社區收到了台灣大學的來函 要求社區要移除冠名台大兩個字的字眼 台大甚至強調 已經向主管機關註冊商標了 只要社區名稱有台大字樣的 就是侵害商標權 不過仔細看看 歷年來北台灣就有近百個建案 都曾經使用過台大作文名稱 而且不單是在台北市 新北市跟桃竹地區也都有類似建案的名稱 建案林立要如何利用命名學抓住眼球 甚至提高房價 冠名 諧音梗都是常見的方法 但要小心可能踩紅線 近來全台第一學府台大不忍了 有民眾發文 朋友住的社區就是冠名台大 結果收到台灣大學來函 公文中強調台大為世界知名制全台首學 已經向主管機關申請獲准註冊商標 不過除了這間位在台北市中正區的社區冠名之外 台北市文山區 新北市永和區 甚至是桃園 新竹也都有類似的秘密 而這回遭到台大警告 侵害商標權 連資深房仲都是第一次聽到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不論是那個地標 知名的地標 還是跟他自己本身建設公司的名字 做一些連結 不外乎是為了要達到幾個效果 就是要產生這個地理位置的聯想 那更重要的是也可以提高這個社區的知名度 對此台大回應台大二次為著名商標 不論任何類別都不因無授權或未經同意使用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經營樣態或商品 只要有侵權 台大都會要求排除 但是你侵害商標權 第一個要件就是你使用相同的商標 那再來就是說你使用到相同或是類似的商品類別 但是你要先看啊 台大如果他根本沒有申請所謂不動產建築 不動產銷售 甚至說可能一些房仲不動產相關的產業的話 那你台大其實很難去跟他們說 你侵害我的商標權 不過也有建商省麻煩 直接多加一點把台大改成台泰 避免爭議 鬧上法院 記者正義山的醫生一台報導